扶摇,天权皇上明知无几是私生子,为何还让他做太子?竟大有隐情! 扶摇,天权皇上明知无几是私生子,为何还让他做太子?竟大有隐情! 最近,故装剧扶摇正在热播中,长孙无几作为该剧的男主,不仅致用双拳,更是天权皇城的太子。 然而,正是这个身份尊贵的太子却有着另外一个令人不齿的身份,那就是私生子。 无几并不是天权皇上和皇后的亲生儿子,而是皇后与德王偷情所生,而他的身世也已经是半公开的秘密。 不仅他的亲生父母和轩缘小知道,就连天权皇上也知道这件事。 那么,既然天权皇上知道无几不是他的亲生儿子,而他的亲生儿子又是大皇子,为何他还要让无几做太子呢?这其中又有什么隐情呢? 大皇子虽然比无几早出生,但无几的母亲才是皇后,也就是皇上的正妻,所以无几才是真正的嫡子,无几当太子是合情合理的。 而且无几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过人的才智,更是在百姓中间享有威望,相比起愚蠢的大皇子,百姓更愿意拥戴无几为太子,而天权皇上也只能顺应民意。 除此之外,无几天权皇上也只能顺应民意。 除此之外,无几天生高贵,是长青神殿创教祖师转世,天生掌心带莲花状印记,所以被穷仓长青殿主收为徒弟。 而天权国正是授命于穷仓圣帝儿童领天杀,玄机,太渊三国,对于天权来说,无几就是命定的太子人选。 当然,天权皇上立无几为太子也是存在私心的。 天权皇上爱惨了皇后,虽然皇后背叛了他,但他依然默默忍受。 而他把无几立为太子,估计也是为了博得心爱之人皇后的欢心吧。 扶摇,宗月要同南血就扶摇,无几和小七的表现出卖了他们隐藏身份。 扶摇,扶摇,扶摇是,中了大皇子的索情毒。 为了解扶摇的毒,宗月找到了尹枯草,还需要同南的血作为药引。 宗月可以选择是三个人,宗月自己,小七和无极。 宗月为什么不用自己的血? 宗月没有选择自己,其中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 猜测,要么宗月觉得自己的血有毒。 毕竟宗月小时候的遭遇让他落下病根是有可能的。 要么,宗月不是处了,这个也是完全可能的,剧中没有表明而已。 小七为什么不肯给自己的血? 小七这个人物,争议很多,他是自扶摇离开玄元山时就一直待在身边的。 有人根据小说的剧情,说小七是个叛徒,几次出卖扶摇。 电视剧中,表情比较明显的是,睡混灵的问题,还有就是围猎场的袭击。 小编认为,小七这个人物后期估计会防转,或者会被收买。 原因一,周叔是了解了一些扶摇的身份的。 而小七一直在周叔和扶摇旁。 要么是飞烟或者地飞天的早起安排,要么是了解扶摇的身份的。 这次宗悦闻他要同男血,还说自己晕血而推脱,之前在上阳宫还有他对抗士兵的尽头。 说明小七要么是个潜伏的家伙,要么是胆小怕事,胆小怕事就容易被收买。 而收买小七或者是小七背后的柱子肯定和扶摇的五四十少女身份有关。 原因二,小七这人物如果没有大作用。 编剧也不会浪费这么多笔墨,却让他一直陪在扶摇左右。 无极主动自己给血,无极听到宗悦摇血,他主动说用他的。 本来大家觉得风流五周的太子,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太子常在花中走,哪有不失身呢? 结果这次太子为扶摇暴露了自己处男的身份,哈哈哈哈。 这一证明他还是处男,二更表明他对扶摇的爱是真实而建议。 无极对扶摇的爱已经深入骨髓,进入血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